中国六大最美姓氏 如果遇到同姓,却没有血缘关系的人,那么有些人就会说,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人,义子,也就是同姓极为同一家族。 中国古代就有百家姓这本书的存在,它主要是记载了中国汉族人民的姓氏,可是绝对不仅仅只有百家而已,那哪些姓氏更美呢? 如果有来生,投胎去这些姓氏的人家吧,名字怎么取都好听,出门光报姓名你就已经赢了。 一,东方。 单个字的姓氏非常普遍,所以一般比较吸引人的都是那些两个字的姓氏。 看过《笑傲江湖》或者《花千古》的朋友们,一定对一个姓氏非常熟悉,就是东方不败和东方欲亲的东方。 这个姓氏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主要是因为两个字提升了大家对他的认识。 可 二,欧阳。 同样因为武侠剧被大家熟知的姓氏还有欧阳,欧阳峰和欧阳少宫都是大家熟悉的角色,而欧阳这个姓氏也非常好听,容易起名字。 第三与第四项并列的是《慕容》和《上官》。 不知道大家最开始看,一起来看《流星雨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,对剧中的什么东西印象最深刻,我猜一定有很多人因为慕容云海和《上官》瑞迁这个名字,而对他们两个印象深刻吧? 没错,慕容和《上官》这两个姓氏都非常高级,而且听得又很好听,让人不喜欢都不行。 除此之外,还有很多的作品里,虚构人物的时候,人们总喜欢用慕容和《上官》这两个姓氏,独木融妇。 第五,纳兰。 除了一些虚构的人物里,有很多好听的妇姓文,真实生活中当然也有很多拥有这些姓氏的人,而且还都不是一般人。 纳兰戎若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子,他的佳作,至今都被人们喜欢成。 第六,司马。 司马迁著有史记这份伟大的创作。 美名流传前古,司马这个姓氏更是因此被大家喜欢。 另外还有南宫和皇甫等更加少见的姓氏,虽然少见可是很美,所以,这些姓氏在小说中非常受欢迎。 中国的文化不大精深,远远流长。 光是姓氏这一文化,我们的历史学家,就有探讨不完的问题。 不过,姓氏的繁多,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,特别是对于那些两个字的姓氏,有多少人想要拥有那样的姓氏。 但是,名字可以改变,姓氏却是家族的标志,无法随便改变的,所以大家还是好好珍惜自己的姓氏吧。 说不定也有人在羡慕着你的姓氏,那如果可以选择自己来生的姓氏,你们最喜欢哪个呢?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